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是一直很想去吃火窝 其实我也很想吃 因为新衣 但是她要不停地在人游我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翠如和肖正男感情稳定 旅传婚讯 不单是粉丝 连一众好友也很替他们着急 希望两人可以快点结婚 而其中一个就肯定是曹永莲了 她似乎还想鼓励翠如主动出击求婚呢 我也觉得女生跟男生求婚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事 因为如果两个人是爱情的话 就谁没有分男或是女 但是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去玩 还有因为曹永莲 她是我们姐姐有关系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的姐一个大姐 如果她可以跟肖正男可以走前一步 我可以排队 因为我是她的妹妹嘛 就是你们快点结婚啊 让她就是不要说这么多就闭嘴 我很开心啊 可以有她这个姐姐 她让我很有温暖的感觉 而同场的Jason 虽然已经跟老婆送新年外游回港 不过他就依然很留恋 在当地的美好时光 都回来了两个星期 然后我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一直到前天昨天 还在放那些 Modivs的那些照片 在Instagram啊 在网上 所以不是 我不是想让大家妒忌 但是真的 我们拍的照片太多了 还有真的 那个环境太漂亮 所以我到现在 还是很想念 Modivs 好想哦 那个照片 那个阳光很想 对对对 但是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们都很想念那个地方 Modiv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